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位于中国最南端的岛屿即将因为另一种产品则声明确准 据当地新闻报道称 在海南岛种植榴莲数四年之后 将有约2450吨的海南榴莲将于6月份首次亮相市场 报道没有说明这些榴莲将在国内销售还是出口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一位官员说 三亚是于2019年开始涉足榴莲种植业 由于海南岛气候温和 几乎属于热带气候 因此榴莲可以生长 据报道 来自东南亚的农业专家协助种植榴莲作物 而中国专家则改良进口种子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 该市正试图将榴莲生产转变为其关键产业之一 目前 三亚约有670公顷的土地种植榴莲 20%至30%的数开始结果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三亚计划在未来3到5年内建设一个榴莲产业园区 面积达到3333公顷 预计到2028年 这将产生50亿元人民币约合9.72亿新元的产值 近年来 榴莲在中国消费者中越来越受欢迎 2022年11月京东超市发布的数据显示 尤其是年轻人更是中情于榴莲 中国国内超过60%的榴莲是由16到35岁的消费者购买的 中国日报报道称 自2019年以来 中国进口的新鲜榴莲数量已经超过了樱桃 巩固了它们作为进口水果之王的地位 2020年长时间影响全球供应链的 2019新冠病毒病大流行 也没有减少中国消费者对榴莲的喜爱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 2017年中国进口了224400吨榴莲 到了2021年 这个数字增加到了821500吨 根据中国食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 2022年榴莲成为了中国进口量最大的水果 进口额达到了40.3亿美元约合54亿新元 进口总量为82.5万吨 据中国食品进出口商会称 泰国在过去一年中占据了96%的中国榴莲进口额 和95%的进口总量 其他来源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 泰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榴莲种植国 2021年 该国向中国和韩国等国出口了约合39亿新元的榴莲 据曼谷邮报报道 由于中国的供应量有限 中国种植的榴莲不会对泰国榴莲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泰国中小企业联合会东部分会秘书长中表示 包括越南、柬埔寨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种植榴莲提供了更多的竞争 然而 他表示 泰国榴莲仍然在国际上有很大的需求 并补充说中国内陆城市仍对这种水果有很高的需求 他补充说 中国人愿意为泰国榴莲的美味买单 并将其视为高端产品 分析师告诉南华早报 中国种植的榴莲可能会降低国内价格 同时促进国际农业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温明表示 中国大部分的热带水果仍需要进口 且难以复制其口感 他说 例如 无花果主要产自中东和北非 而中国山东产的无花果口感无法与进口的相比 温明先生还表示 中国种植榴莲绝对不会影响东南亚的榴莲产业 根据2020年新加坡食品局的数据 新加坡89%的榴莲来自马来西亚 其余则来自泰国和菲律宾 新加坡榴莲的价格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如季节性变化等 在新加坡 榴莲的价格由季节变化等各种因素决定 例如 据新报报道 马来西亚的榴莲可能在5月至7月的下一个收场季节更加昂贵 因为柔佛州的洪水影响了许多果源 马来西亚水果农民协会副主席说 我们预计今年柔佛州的榴莲产量将下降超过50% 这肯定会影响价格 根据以上报道 猫山王榴莲的价格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 虽然中国开始种植榴莲 但由于供应量有限 不太可能对泰国榴莲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同时 中国内陆城市对泰国榴莲的需求仍然很高 并将其视为高端产品 因此泰国榴莲仍然在国际上有很大的需求 这可能导致其价格相对较高 最后以下是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一 国内外的需求量 中国市场对泰国榴莲的需求仍然很高 并且将其视为高端产品 二 季节性因素 例如天气 收成等 三 生产量 如泰和马来西亚榴莲产量减少 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涨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和分享 如果你对类似的内容感兴趣 请在评论区留下留言 同时也欢迎点赞支持我们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